hello大家好 不知道各位感觉多少钱以上才算是豪车 反正我感觉30万以上的车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能够拥有一辆30万以上的车 已经算是非常成功的人士了 那么好 今天我一个朋友正好要去提一辆奔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SUV 就是奔驰的GLE 让大家来看一看 像这种豪车它的优惠政策如何 又或者说这辆车全扳含的价格 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 像宝马的X6X5 或者说奥迪的Q7Q8 又能便宜或者说贵多少 我们走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辆豪华车 大家看到吗 这辆就是车主刚刚骑的奔驰的GLE 车漆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亮 确实豪华车就是和我们普通的家庭轿车 看起来车漆都是有些不一样的 也不知道是我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车 还是怎么着 反正感觉奔驰或者说是宝马奥迪它的车漆 格外亮一些 当然我个人还是认为 车只不过是一个代步工具 可能有的人喜欢把车当做一个设置品来对待 或者说把车来看作一个身份的象征 但是我始终认为车只不过是我们日常代步时候所用的 我们想买好的就可以去买它 如果买便宜的车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笑话 而这款奔驰GLE它的配置呢是属于改款之后的啊 也就是今年的最新款350四驱豪华型 也就是新车指导价78万38的那一款 奔驰啊 它相对于宝马或者奥迪来说啊 它的保值率在二手车市场上是要高一些的 为何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取得于它的新车降压幅度非常的小 就好比奔驰的马上就要改款的奔驰S或者说奔驰的C 他们呢出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他们一直到现在优惠幅度也没有超过五万块钱 虽然说啊 七八月份是买车的一个淡季啊 很多车企都会在这个时候抛出一些橄榄枝 让车主啊 或者说是让消费者来购买 这辆车呢 也是我们村的啊 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哥 他买这车呢 也是抱着这个心态去买的 结果呢 4S店啊 谈到最后一共这个车主优惠了两万三千块钱 也就是说啊 这车全办开的价格啊 已经是超过八十万的这么一辆 非常豪华的一辆车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内饰啊 内饰啊 是这种最新款的奔驰的双联屏的这种啊 内饰中控非常的豪华 非常的漂亮 而且只要是我们能用手梦去的地方 全部都是软性的材质 后排空间呢 并不是多么的大 我们坐进去啊 虽然说是不积腿 但对于这种啊 七八十万的车来说啊 的确后排空间是小的一些 那大家感觉花八十万啊 买一辆奔驰的GLE 到底值不值呢 或者说大家下期还想看什么车 也欢迎大家评论区里面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